看着老客户的活好年了 2018年干我这四年没干了 这树倒了你看这两个就卡掉了 这两个 今天这活有点紧张 紧张在哪就是紧靠马路边 所以猴哥昨天就嘱咐我 要来把那个警示的标志放好 然后以免这影响这个过往的车辆 抖着这个门 对 抖着这个门 然后给他手 来 去 今天大雾 就是这活得占用这个车道 今天雾真大 好哥上去了 我在这把这个方堆子立起来 起警示作用 好 我知道 我听指挥 没有车 没事 现在没车 郑大哥出场了 郑大哥今天有点感冒 别跑大哥 没事 别跑 稳当呢 别跟摔着啥 过了个警车 不知道能不能管 哎呀 刚才过了个警车 我还担心 我说紧哥能不能管 没啥地儿 人家过起来 连瞅都没瞅过来 这个树砍完之后 就能放心不少 因为这是马路上 这一段紧张的呀 就干完了 主要就这 这几个树干在这 拽到马路上 然后来回过往车辆 给造成危险 现在把这段拘掉了 就放松不少 这个房主 是猴哥多年前的一个老客户了 他买下这个房子 然后出租给一家 开动物诊所医院 老婆 把你拿开吧 好 拿过来 老哥仨 抓紧马溜 赶紧把这收拾起来 怕影响路上车辆 从大儿子送咖啡来的 送咖啡 先放这 你吃饭吧 我买了个店 吃完饭你先走 先把这个漆面给吃看 先让你绝着 我马上给媳妇发过去了 喝点咖啡 黄昏劲 一会还得上手 我不喝 我早上就一杯咖啡 再喝就睡不着觉了 我从404走过来 到过了四六之前全是五 到你们家等于是全清透了 大哥说点话吧 你不说话都不爱看 快点我马上跟猴子哥分别了 跟喝点哥分别了 喝的就凉了 要回国了 对 要回国了 喝点哥怎么 就看票 咱回回国内咱接着拘束去 喝点哥你领导 拉着猴子哥拘束 对 我说回国不继续 你想继续没继续 回国重续 我回去看电视你说 这是一主要谈话区 我们基本是歼灭站 是瞬间就把这个给收拾完了 是不是都快 你看 对 快遵 神速 怕影响过往车辆 你看现在 刚才来个警车 我紧张一下 我心警车不得管呢 人家根本没管 警车要管你也能管呢 但是假如说你这个不合格 那个不合格 猴哥 警察来的时候你就找我 我跟他交试 我英文不行 中文还不行 猴哥又上述了 这小只没事儿 不要这样 我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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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么 好了 我都没写的吧 你拿了 你拿了 我用了 我以后得下 你先写的吧 好 湖中女神 我也给我拿鸡子来的 发的 发的 我又来 给我拿去 我砖后 那我就买了 哎 要不如 老手 我扯 来了 需要 你扯 来了 疯了 除此 是 不是 2D放车吧 这锅是以样节这锅 车特别多 所以在这干活就得加十分教育 那小肥子在看 1D放车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